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会对援助如何进行演绎呢 电影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80年和2012年 做错事的敦夜和三个好朋友来到一家古老的杂货店 深夜里他发现在杂货店的信箱里 似乎曾经有人投放了信件 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来自32年前的信 聚到解忧杂货店希望能够排忧解难 因为一个信箱将2012年和1980年两个不同的时代联系到了一起 敦夜和朋友们也曾疑惑过 但最终还是替店主写了回信 不久便得到了对方的回应 曾经的敦夜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在接触不同的人群之后 敦夜了解到了不同的烦恼 并且在回信的过程中便慢慢得到了成长 影片让观众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日系治愈风 据说为了与内地版本区别开来 上映时会特别更名为浪食解忧杂货店 在演员阵容上 具有日本新生代小鲜肉山田良界 也有国宝及老戏骨西田敏行的鼎力加盟 新老两代在影片中的标系令影迷十分期待 电影在日本上映后引来票房和口碑的双影 至于在中国大陆能否再续辉煌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感谢观看 再见